internet.com 大家好,歡迎收看股票 學員警術直播 我們選擇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Winnie Winnie,為什麼看手機看得很牛織? 我在看更新網上風傳的警術籌牌 你看看,警察哥哥好英俊 而都不是我們最近傾訴的一條件 阿Sir沒有搶著,無吞就走了 先生,我看到你的違法行為 根據道路交通法,我必須對你作出檢控 我前面有這麼多車,不抄抄我,先玩東西 首先,我會對你作出檢控 然後後面的車輛,我依然都會對你作出檢控 嘩,先來吧 怎麼了? 阿Sir,你可以拍攝我工作的情況 請你不要針對我的拍攝 而且請你和我相互相逢 玩的,生事好相逢,定你 生事好相逢 阿Sir,檢控程序已經完成了 遲完你開了一部車 希望你注意,下次我再會拍攝 我告訴你,我會給你上課 我會給你上課,Facebook 但你這條死猜拳 我怕會被死猜拳 所以,還要把我的插牌 我會給你上課 我先來上Facebook 看看 我先來上課 阿Sir,很放心,你可以做這部工作的情況 但我請你不要針對我的拍攝 而且請你不斷擔我做我的工作 或是,生事好相逢 請你呀,生事好相逢 那些我不成為 你會不會刪到你的照片 我正在上課之前營的照片 因為我之前在街上見到德法人員檢查 覺得他們很生產 所以我營了很多照片 但在剛剛才的案例 我怕我會觸犯法律 同於你這樣其實是令我這麼擔心的 在一般情況下 是不妨礙警員的正常工作 拍攝警員的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而在這些警察檢查的上面 對於我們警方來說 當然是贊助 同時也是監督的作用 是沒有問題的 但要在法律民謂的禁止拍攝的地方 是不可以拍攝的 例如在報案室或是在訊問室 好像我喜歡泰文 如果是影響人的抄牌和立法上網 去討論一下 那其實是否會拍攝 對於泰文的情況 他並非單純拍攝警員的抄牌 而是針對我們的警員 他還能拍攝 你看看他這段影片 是近距離拍攝警員的外貌 已經是超出法律容可拍攝的情況 另外 泰文是否已經驗警員的同意 就將這段影片放送去社交網站 在依照泰文的行為 其實他已經可能觸犯了 訓練第1891條 不法勞制投資無罪 而對我們的警員進行這個無益行為 亦有可能觸犯第175條的無益罪 由於檢驗是在 導致疼人職無罪 這種情況下 會結合第178條 屬於家重的程序 即是家重罪 亦是我們俗稱的道徑罪 最好可以判處4個半月的託刑 或者科署有810人的罪金 那麼林Sir 你之前也有什麼相關的案件呢 其實我們也有個個案 也是市民 怕是我們面對的一個超大情況 但是他將這個見譯 放送忘記者 也都加了一些無益的秩序 其實他的行為 已經觸犯了我們剛剛所說的條例 謝謝林Sir的解說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所以我們警方在此賦予 當警方執法的時候 公眾應予以配合及尊重 解禦是對我們執法人員的工作 或者態度不滿 可以透過本局投訴以線作出投訴 按襟 請